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在天晴了的时候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文的作者 那么本文的作者呢是戴旺书 那么大家呢要对戴旺书呢做一定的了解 戴旺书呢只是他的笔名 他的原名呢是戴朝安 又名呢是戴孟欧 被称为语相诗人 提到语相诗人 大家要知道他呢指的就是戴旺书 他为什么会被称为语相诗人呢 这就要从他的代表作品说起 他的主要作品呢就是语相 所以将他称之为是语相诗人 除了语相之外呢 还有玉中提弊以及戴旺书诗稿等等 在这里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诗歌讲解 首先呢我们先要学会朗读这篇诗歌 在朗读的时候呢 字音一定要读正确 并且多读几遍呢 将它读得流利 第二个是在朗读中 注意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那么一般诗歌来说呢 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呢 是本篇诗歌的重点所在 也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所在 大家要重点记忆 来看一下整体读 想一想每小节都写了什么呢 第一小节 诗人呢主要描绘的景物有 泥露 小草 小白菊 以及凤蝶 这四个景物 那么通过对这四个景物的描写呢 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一个体悟 第二小节呢 是诗人呢再次召唤我们 要沿着小径呢 去亲近大自然 天晴了以后呢 我们要多出去啊 走一走 第三小节呢 是放眼望去 又写到了一些景物 比如说 新阳 西水 还有浮云 那么雨过天晴之后 这些景物给人什么样的感受呢 那就是清新 舒适的感觉 文章的一共分为三个小节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先来看第一小节思考 在天晴了的时候 请到小镜中去走走 这句话在第一小节中 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 大家知道这篇文章 它的题目是什么 在天晴了的时候 照应了题目 而与此同时呢 放在第一小节中的目的 就是为了干嘛呀 起到一个总领作用 引出下面的诗句 来看一下 作者是怎样描绘 所见到的景物的 那么 首先是给雨润过的泥路 一定是清凉 凉爽 有温柔 首先描写到的 第一个景物呢 是泥路 那么下过雨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中呢 是一条泥泞的小路 那么这条小路 作者在描写的时候 用到了凉爽 凉爽 我们很好理解 就是下雨之后 天气变得凉爽 而后面的这个词 温柔 我们都知道 温柔是形容人的 而在这里 作者用温柔两个字 却用来形容泥路 由此大家可以知道 他用到的是 拟人的修辞手法 用温柔一词呢 描绘了泥路的柔软 我们都知道啊 下过雨之后呢 路很柔软 表现了泥路的美好 在作者看来呀 下完雨之后 出去走走 那么连泥路都是美好的 紧接着写到了 炫耀着心绿的小草 一下子洗净了尘垢 他为什么要用炫耀来说呢 我们知道啊 下完雨之后 草更加的嫩绿了 所以显出了小草的 骄傲和自豪之情 而洗净了尘垢 那么雨水呢 冲刷了小草身上的泥垢吧 我们来看 小草自豪的展露出 雨后洗去尘埃与污垢的 翠绿身影 身姿 炫耀写出了他的快乐与自豪 而洗净则从中体会到 他被清洗干净的一个 洁净和清新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小白菊 不再胆怯的小白菊 胆怯我们知道 平时呢 胆怯都是用来形容人的 而在这里呢 作者却用来形容小白菊 由此大家可以知道 他再一次运用了拟人的秀斯手法 那么胆怯的小白菊 为什么会胆怯呢 原来呀 小白菊经历过风吹雨打之后 他才开始变得胆怯 对不对 那么 雨已经停了 他就开始慢慢的抬起他们的头 并且 试试寒 试试暖 写出了小白菊的小心翼翼 对吗 那么然后一半半的 斩头 当试完以后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了 那么就一半一半的来斩头 来看一下 诗人呢 采用的是拟人的手法 运用胆怯来形容小白菊 经历风吹雨打之后的一个情景 对吧 运用慢慢的试试 写出了他的谨慎和小心翼翼 表现出了小白菊的可爱和美好 在作者的笔下 任何一个生物 任何一个景物 都是那么的美好 最后呢 是作者介绍的凤蝶 抖去水珠的凤蝶 在木叶间自在咸游 那么这个抖与咸游 它们两个呢 则形成了一个照应 那么 淋来雨之后呢 慢慢的抖去身上的雨水珠 并且呢 自由自在的咸游 都体现出了凤蝶的咸识和自在 把它五彩的智慧书页 铺着阳光 以开以收 那么凤蝶呢 在雨后的花木中 自由自在的飞翔 在她那美丽的翅膀 在阳光下一张一合 那么最后一句呢 写出了凤蝶的动态美 有一开一收 动态美展现的是生命的活力 我们来看斗字 斗字写出的是它的灵动 那么它呢 抖着翅膀 所以呢 在阳光的铺罩下 缝外耀眼 这是非常美妙而贴切的一个想象 在这里 大家要注意 它呢 是想象 世人巧妙的完成了 对悠闲心智的一个表达 那么写出了凤蝶 自由自在的悠闲的心情 而咸游也表现出了 它的自由与快乐 体现了雨后的美感 美好 五彩指的是它的衣装 而智慧书页在这里 大家要重点掌握 它运用的是比喻的修辞手法 形象生动的描写出了 它翅膀的美丽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小节 斗着脚斜着手 踏着心泥 舍过溪流 我们会发现呢 斜踏和舍是三个动词 作者呢 在这里边运用三个动词呢 写出了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自然中 亲近大自然 在天晴之后呢 多出去啊 走一走 新阳推开了 阴霾 溪水在温风中 允昼 这里边推开 我们知道人会推开 那么新阳能推开吗 不可以 所以 作者依旧运用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 我们来看 雨后的太阳呢 照耀着大地 云开 五散 溪水在温风中 扬起着美丽的波纹 那么 首先呢 这是这两句话 它的含义 推开用的是拟人的手法 描绘了太阳力量是非常的伟大 写出了雨过天晴之后 对吗 那么 运咒一词表现了 溪水的陶醉 以及美丽 看最后两句 看山间移动的暗绿 云的角际 它也在咸游 那么这里边的咸游呢 与前文的凤蝶的 闲视自在的游玩呢 形成了一个对照 我们来看意思 山中的绿树在雨后 显得更加的翠绿 那么这里边 看山间移动的暗绿 为什么是暗绿呢 我们知道啊 大雨洗刷 那么绿就会显得更加的清脆 天上的云朵呢 也在悠闲的飘动 简单的诗歌的含义 我们已经做了了解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主题 那么 大家会发现 阅读完之后呢 诗人运用了很多拟人的修饰手法 描绘了天晴时小镜上美丽的景物 有泥露 有小白菊 有凤蝶 小草 等等 表现了景物 鲜活的生命力 那么最主要的重点就是通过这首诗歌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诗人轻松愉悦的心情 也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那么这里边呢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部分 通过这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感情是重点 来看一下拓展积累 那么大家知道 这篇诗歌写的是雨过天晴之后 所以呢 我们摘抄了一些关于描写天气晴朗的词语 比如说春暖花开 云淡风轻 风和日丽 春光明媚 等等 那么课下呢 我们可以继续积攒一些天气晴朗的词语呢 用在自己的作文中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